你能感觉到自己跳舞跟唱歌 我就先说说这次舞台吧 其实很明显能感觉到自己 跳舞跟唱歌 在舞台上的表现力 跟一个掌控能力差别 其实蛮大的 这次表现来说 其实也没有表现到很好 对 然后这次表演完之后 然后大家就想出去玩一下 然后我们就连夜坐车 去到了一个海边 一起吃了火锅 一起玩水 然后爬沙坑 然后互相拍照 互相泼水 就感觉大家都蛮开心的吧 很开心的看到大家这样的笑容 就把一切担子都给放下了 然后一起开心的玩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在这边训练 跟大家训练 蛮开心的吧 能跟大家一起拼搏 能感受到大家在一起拼搏 为了825的演唱会 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果 在努力的训练 就希望 就希望大家 努力有所回报吧 然后期待825的演唱会 这会儿其实已经是在 回了北京 然后在 准备25号节目的时候 对 嗯 其实想想 离上一次的 舞台好像没有过很久 对 输了我还蛮 伤心的 对 嗯 虽然是 就是说可能 一句都说 可能哪边赢了 都不会开心 就这不是一个 很容易得到答案的结局 从老师那里听了很多 建议 对 包括下来之后 老师也给了很多很多 的 建议 就是还有意见啊一些东西 然后 会告诉我哪个地方 需要 加强啊 还有他们两个 就需要在什么地方加强 其实挺谢谢老师 嗯 就下来之后 能好好 讲一讲 在舞台上看到的问题 嗯 但是其实现场还蛮紧张的 应该状态也不是很好 对 因为那 最近那段时间 就一直在练嘛 然后也没有 睡的 都还挺乱的 然后 散歌状态就不是很好 然后 其实蛮可惜的 就是觉得对话来唱的不是很好 对 下次 要 要更好 嗯 但是那天完了之后 其实感觉大家都还蛮有兴致的 然后就一起去了 海边开始出 嗯 那地方应该是我 啊 看过的最好看的一次 感觉是那段时间 少有的平定的时候 这次舞台的话 觉得 都表现得挺好的 就是 舞蹈可能是表现得最好的吧 然后就是 唱歌还有那个 说唱那个节目 都表现得还可以 就是没有跳舞那么突出嘛 对 就是 挺棒的 本来说要淘汰人嘛 然后 然后 后面 接着和小八哥就是做了个决定 就是说先暂时不淘汰 然后最后决定有粉丝 就当时还挺惊讶的 就是大家还可以 在一起努力 然后去拼搏最后这一个 演唱会 挺挺棒的 对 然后那天 就他们提出要去看日出嘛 就觉得 那个日出 可能是我 从小到大看过的 准备的日出 对 现在就是为了演唱会做准备嘛 然后希望 现在大家能一心努力 就是 要去办每个节目做得最好 然后在演唱会上 呈向最好的效果给大家 那就是呢 演唱会组输了嘛 然后队长要宣布淘汰一个人 哇 当时那种心情就很压抑很沉重 然后大家 就都开心不起来 呃 就一起讨论啊什么 然后 当 队长们说了 呃 不淘汰人的时候 我就感觉 哇 心情一下子开朗起来 然后感觉特别大的一个分别 嗯 然后 当天表演结束了之后呢 就队长带我们去海边玩 对 我说他 嗯 怎么说呢 韩国的日出 挺美的 可能我只接我韩国的日出 现在已经回了国嘛 然后肯定在这边训练挺好的 嗯 嗯 就是 连 日子过得很充实 我觉得 就是这样 然后 呃 为了八二五个演唱会 就是大家 尽力吧 对 对 一起加油 YES YES 在当时说要淘汰人的时候 我们总说的时候要淘汰人的时候 嗯 我的内心的话 其实没有太大的欺负的 因为 我已经 我已经把 就是每一个 就是比如说我们三个啊 淘汰写或者怎么样的结果 全部都想了一遍 所以说 当时 我的 嗯 心底起伏其实 不大 就 其实当时我内心真的 嗯 怎么说 就 内心 有 嗯 起伏的时候 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吧 就是 他们说 不淘汰人 然后这真的是 我没有想到的 就 嗯 只有那个时候 我可能才是站在我的 心里面 嗯 会 会怎么说呢 有一点 激动 或者是 就因为大家都能在一起 对 嗯 然后 其实 小马哥 还有 第二 他们两个 就 作为队长 然后 在 我们分了 组之后 就 就 他们就一直 带着我们 就是 第二带着 他们 三个人 然后小马哥 带着我们两个人 我们 两个组都非常 非常 嗯 认真 对 非常刻苦的去练习 然后 嗯 我觉得他们 如果当时真的是要 做出 那个 选择的时候 就 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很痛苦 对 然后 其实他们 来和节目组说 不淘汰 不淘汰 不淘汰人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们 当时 内心 的压力也好 然后 怎么说 就是 其实 也非常的 纠结吧 可能也非常难受 对 我觉得 就是 就是 我真的很想谢谢他们两个 对 就是觉得他们特别了不起 然后 不管是 在节目上 帮我们也好 还是 私下 和照顾我们也好 我真的 就是他们 挺想谢谢他们 对 但是我觉得 当年说又不好意思 所以说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看这个东西 那就悄悄的再去说 嗯 我觉得 发挥的还是没有 到自己闪耀的那个状态 嗯 特别是 天地 其实当时在现场 天地的最后一段 我自己填进去的那段 rap 天地 说实话 是有一点点想拍的 所以说 嗯 我觉得整个天地的效果 不是特别的理想 因为是我们组 我们组输掉了嘛 嗯 当时 其实 在后台 等待 嗯 两位队长 定淘汰人选的时候 其实 心里非常的 自责 然后 很生气 然后不敢 其实都有 因为 可能是因为 我自己的 某些表现 然后 在导师眼里面 没有太 没有太达到老师的一些要求 所以说老师 嗯 就可能 因为我的原因给了我们组 我们较低的一些分数 然后 然后 所以说才导致我们组输掉 所以说当时整个 在等待一个淘汰结果出来之前 各种各样的结许都是有的 但是 但是 当和两位队长后面来宣布 不淘汰人的时候 怎么说 有一种 呃 心里的大石头 放下来的那种感觉 当时 那种 像坐过山车一样的那种体验 清醒 感觉 我觉得 嗯 我不想再体验第二次 我们现在在准备演唱会嘛 嗯 嗯 有了 七人舞 我比较期待 嗯 整个的一个开场舞 和一些 舞的一些表现 也希望 嗯 自己能够发挥的 好 然后 也能 嗯 也能 不留遗憾吧 对 不留遗憾 嗯 现在又是这个树洞 对 然后 我们先来说一下 这一次的 嗯 其实我觉得 第二体的 就是第二体的海边吧 对 我觉得那个挺好玩 就看日出 然后 还有一些 当时还下水了的 然后 全打试完了 后面还是买拖鞋 然后走 走 回去的 嗯 我觉得 分组舞台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棒的 就是 嗯 那个 初母我觉得挺棒的 然后其次就是 说393吧 对 就觉得还可以 然后 少年我觉得那种衣服 还不错 对 然后 就是 舞台效果的话 我觉得 成果那个光打的是真的 迷 我觉得有一点点 是因为 什么呢 就是看起来就非常的 炫 玄幻 就非常的炫 就看不起脸的那种 回国训练的时候 对 就是 我觉得 挺好的 对 这七一 七二就是 为了八二五那个 演唱会吧 大家都还挺努力的 对 然后我就敬请期待吧 也没啥说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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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